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人若学我必定堕魔道 那么这个后两句话有什么禅机呢 是不是想说一个大菩萨或者是一个正果的人来到人间弘法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拘拟于人间的戒律和形式 我们跟着一个师父修行必须要依止于他的佛性 绝对不可以用看待世人的眼光去看他在人间的一些习性和做法了 有点悟性你 喂 听得见吗 听得见 我说你有点悟性 实际上是人若学我 对不对啊 就是实际上他就做一个 他有两种含义 一种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大家要想一想 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不对啊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你比方说那个豆豆先生 Mr.Bin 对不对啊 他做了很多的笑话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让社会上的人知道什么叫丑 什么叫恶 明白吗 并不是他真的他会到商场去偷东西啊 他真的是做这么样的烂事啊 他不是的 他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非常的绅士 对不对啊 是为了警醒世人 对了 那么极空菩萨 想想看也是为了警醒世人 极空菩萨 他吃什么狗肉啊 他到他喉咙里就化掉了 就没了 他根本到不了他的肠子里的 人家有 人家有法律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就这个道理 好 下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最近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别人的缺点 然后心中很债义的话 实际上就会吸收别人的业障 甚至在无形当中学到别人的这些缺点 那么看到别人的优点和佛性的地方 就会学到别人佛性的地方 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你把人家坏的东西看到你的眼睛里 看到你的心里 你不就是有坏的东西在了吗 对不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马路上看见人家 随地大小便 你说好 我为了抓到你的证据 对不对啊 我把你的大便拿到家里来放着 过两天我去报警去了 对不对啊 那你说你家里有没有脏的粪便呢 不就这个道理啊 你把人家看进去了就看进去 但是每个人不一样 若见世人故 对不对啊 这是个没修好 实际上这是对初级阶段的 你到了高级阶段的话 你看见人家不好 你要讲出来啊 你不想出来你不就是小诚啊 管自己不管 修管他人往上霜啊 对不对啊 那你说菩萨大菩萨下来救人 我不管你的 不见世人过 那像师父今天我不见你们的过的话 我还能带领你们好好修心啊 你们一个个怎么改成这样的毛病啊 讲给我听啊 明白师父 师父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对方业障 看到心里面 这是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 明白吗 学佛的 初级阶段 明白了吗 学到后来 像护法成了 像大菩萨了 你就必须要讲人家的缺点了 明白 好 当然师父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曾经在过去的录音里面 开示过 说 当有些灵性 他不愿意离开你 的时候 他说 我不要你的小房子 我一定要你的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消掉自己的功德给他 这样的话 他就会慢慢离开了 然后师父在另外一个开始里面也说过 功德会消掉人的元气 会伤掉很多元气 那我想问一下 师父这么理解 就是元气 它相当于组成一个人的生命元素 所以当一个灵性说 我就要你的命的时候 你给他功德 消掉你的元气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给他功德就相当于是在还灵性的命了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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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小鸭都很有脑子的 嗯 其实他就是要 其实因为他不是真的要你的命 他要你的元气呀 你看过那个电影里面吧 那个吸血鬼呀 他把你 他也不要你的命 他把你的血吸干了 你就没命了 你看很多活在世界上的人 对不对呀 嗯 搞那种男女之士 搞得后来古受奴才的 最后你就生这条命 其实你这条已经是烂命了 没有用的命了 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在社会上生活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哦 那师父如果碰到来索命的那种灵性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还他命了 对 一般的在这么用这种方法还他命 在另外一种方法呢 方便呢 拼命的要做功德了 否则你的命真的被他弄掉了 实际上说命就是说你这种命呀 说你的什么呢 说你的就是像我们说会命一样的呀 明白了吗 你有两条命 一条是生命 一条叫会命呀 你让开没有会命的人不就是一个植物人吗 明白了吗 活着也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呀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最近向屠杀忏悔消除自己过去邪淫方面的业障 然后结果呢就连着几天晚上就梦见有邪淫的事情出现 还梦见有灵性想跟同修做那种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呢 他是想最近做一些情感方面的开示功德 接下来他感情方面的业障就激活了 请问师父那是不是去摧毁哪方面业障 做哪方面功德 就对应的业障就会激活呢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老师我再也不偷人家东西了 好 老师是不是要叮嘱你啊 哦 给你考验呢 你今天说菩萨我再也不学赢了 是不是梦中要给你考验呢 哦 对不对啊 你说哪方面你没有 人家就针对你哪方面考验你啊 哦对 所以说当你想去当模范的时候 很多考验就来了 就来了 你不想当模范 人家不考验你 一当模范 人家就把你当模范的看着 你动作啊 什么东西啊 都像不像啊 对不对啊 你老公跟老婆说 老婆我再不到外面去 做这种事情了 那老婆会不会 天天盯住你啊 盯住了呀 哦 明白了啦 哦 好了 对 哦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嗯 最后一个问题呢 师傅 我节约时间 比方说 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盯着一个人的后脑勺看 然后那个人就会下意识的回头 或者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感觉 别人在看我 那么 请问师傅 师傅说明 人的目光是有能量的 嗯 你这叫废话 人的眼光 眼光没能量 怎么放电呢 哦 眼光不得了的 人的眼光可以传神啊 哦 人的眼光可以捡捡有神啊 这还不懂啊 嗯 明白了 那是不是如果经常盯着师傅的眼睛看 或者是上香的时候盯着徒子的眼睛看 就会得到额外的能量加持 那还用讲吗 嗯 哦 明白了吗 为什么人家盯着师傅看啊 他们就拿能量呀 这都不懂啊 我们盯着菩萨看 我们拿能量的呀 这还不懂啊 你盯着老师看老师教的东西 你不就听进去了 不是能量啊 傻姑娘 哦哦 要用人目光接触哦 对啊 你你比方说 你们像你像你们 比方说父亲啊 对你们孩子很好 父亲给你们眼光就可以给你们一种安慰 放心好了 孩子没关系的 对不对啊 嗯 又不讲话 就是父亲从眼睛里你就能看到一种力量 对不对啊 嗯 明白 嗯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今天问题就问到这 好 嗯 再见 再见 感恩师傅 嗯 喂 你好 哎 师傅 你好 师傅 你好 师傅 太感恩师傅了 师傅 第一次感恩师傅 请安乐 哦 谢谢 喂 师傅 听得见吗 听得见 请讲 哦 我 我感觉声音蛮轻的 师傅 哦 哦 哦 师傅 太感恩你了 师傅 哦 我真的很幸运 师傅 啊 讲吧 哦 师傅 今天帮我解几个门 还有几个问题啊 讲吧 哦 师傅 有一个同修 他梦到 这个梦 他就是说 呃 凌晨三点 主要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呢 他和朋友 在学校里喝茶 然后呢 朋友的杯子里面 有烟灰 呃 他就帮他去厕所里呢 洗了洗杯子啊 然后呃 去 就到厕所里面 碰到一个灵性 大概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 然后呢 他说很 很害怕 然后 他又走回了班级里面 班级里面 有很多同学 都睡觉了 呃 他也跟着睡觉 但是呢 他心里一直 想着那个灵性 会不会来找我啊 因为当中呢 告诉自己 不能一直去想 不然灵性 真的会找上来的 然后他刚想完呢 那个灵性就 就来了 师傅啊 嗯 然后他很害怕 就开始叫 然后呢 班级里面的同学 都醒了 那个灵性呢 躲了起来 那班级里面的同学呢 就帮他找了 把这个灵性找了出来 嗯 然后这个同学 就跪在地上 跟灵性说 求求你 不要来找我 那个灵性说 不行 我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嗯 然后这个同学 看到灵性的脖子上 好像也带着 我们观星菩萨的吊坠 嗯 然后呢 这个同学就问他 你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然后灵性突然间呢 就变得那个 震静起来了 并说我要两千张 哦 嗯 然后呢 他这个同学在梦里 很震静了 然后他问灵性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啊 灵性给了他一个网名 这个网名呢 他并不认识 同学们呢 就在网上呢 哦 就在网上 就是帮他找 找了呢 后来这个 呃 就在网上 找到了 同学们 就在网上 帮他查了是谁 然后结果查出来呢 是他的一个 大学里同学 大学这个同学 哎呦 嗯 这个梦里呢 就是意识到 就是这个同学啊 死掉了 这个同学 是叫在世的呀 在世的身上的灵性 啊 身上的灵性 这个同学 身上的灵性 是吧 然后呢 他醒过来 非常的害怕 这样子一个梦 是吧 嗯 那他梦里香 说两千张 就是生活当中 要念两千张的吧 对 点名两千张 就是两千张 哦 那是不是他要 呃就是 呃 他先许了两百张 是不是先要许两千张 然后再一波一波念 对 对 对 一个总数要先许的哦 两千张消息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了 你们在网上谈恋爱 在网上感情好 什么都是有 有冤解的 逃都逃不掉 中阴啊 对啊 现在网上乱七八糟的 很多很多 啊 你好了 你不当心 你就惹鬼了呀 嗯 师傅 他那么像 他的同学 他是怎么会摟到的呢 就是在网上 他肯定看他的东西啦 然后跟他网上 回评语啦 回博课啦 就这么东西呢 哦 这样摟上的是吧 对啊 就是这样 那师傅 先就是他 先要许一个总数两千张 然后呢 就说一步一步念 讲到底呢 也不单单是金师的网上 金师网上只是一个导火线 前世两个人一定有缘分 明白吗 哦 他之前跟他这个同学 他的同学 就是说他的那个丈母娘生了癌症 然后呢 他这个同学也问他学服什么的 哦 后来又没下门了你知道吧 就是他没跟进呀 不帮助人家 人家走掉了 走掉了人家就 身上的灵性就附在这个人身上 就找他了 好了 哦 他没有跟进 就是 要跟他们一直去说的 要讲的 你 你人家 人家念经了 念到一半又不懂了 好了 人家病又发了 怎么办呢 对啊 要一直 要一直去说的 他又不说 然后就是 这个灵性早上过来了 早上门来了 现在明白了吗 哦 就是这样子 师父啊 嗯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 自从我去了心灵访问以后啊 我 师父 我这个真的 真的是开心得不得了 然后呢 我身上的以前有好多的那个病啊 以前有好多的毛病都好了 通过念了几年以后 就是我以前有那个头痛的病 现在都好了 还有一个 我以前一直头痛的来都好了 还有一个呢 我一直 之前呢 三 就是三天两头要感冒 现在都没有了 你看还有一个 我手关节痛得不得了 两个手关节都很痛 现在都好了 现在都好了 还有一个 你想想看 我二十几年的那个便利哦 师父啊 现在都好了 你看了吧 啊 你想想看 就是 就是假如 就是全世界的我们 广大播友 就是假如现在还没有 好的话 就是你自己的 就是这个 怨念 还是小房子的数量 还没有到 所以没有 提到这个字的那个变化 对了 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 完全正确 嗯 对了 就是 嗯 真的很好的 太好了 太幸运了 我告诉你 心灵法门不是靠 什么讲啊 说啊 是靠实践 对 实践是做的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 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 对对对对 是吧 太太太那个了 你要去幸运行 你不行 没没没用的 嗯 就是去做了一定会好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 关键现在还不好 可能我们的那个业长三重啊 还没有这个到位 你只要坚持 一定会好 对啊 你没到位 你什么都做不了 你全部到位 你买个家具都买不到 对啊 对不对啊 嗯 太对了 师父啊 我我最近那个一天有梦到 你知道 我梦到你 你对着我说 你的头上什么的 还是什么 长什么东西 还是什么的 后来 我就是不太清楚 师父啊 你就是对我说 那么 呃 后来 就是 是我说你 说你头 是我说你头上长东西 对啊 你你冲着我呀 你就对着我说 你你你什么 反正 说我还是有零线 还是什么的 我记不清了 然后呢 我就后来 就是好像 靠在师父的 因为 因为当时好像 师父帮我全身都看了一遍 然后呢 后来最后我就是 就是好像 睡在师父的 呃 就是 呃 就是 呃 身上了 这样子一个梦 肩膀上 肩膀上 对对对 这样子呀 不知道 这是什么 那个意思 就是帮你在宵夜呀 不是我长 什么东西 有什么灵性的 是吧 长东西 讲你长东西 一定有东西 你要当心啊 那 我头上面呀 呃 要么就是灵性 要么就长东西 呃 这个两个 我个人也不清楚呀 你要听清楚的 呃 我没 有可能就是你头上有灵性 呃 有没有头上灵性啊 呃 师父啊 实际上我以前已经头痛了 已经全部好了 但是呢 现在偶尔要头痛了 就是我感觉到 就是到不好的地方啊 呃 去什么探浆 什么吃饭什么 就回来很难受 然后有时候一个头痛 对 会的 这个就是灵性 我就学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嗯 对的 对的 哦 师父啊 嗯 师父啊 我跟你说啊 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同修不是两千战的那个同修吗 呃 他也一直犯头痛 犯头痛人多呢 不过好好修的人都会头痛 上辈子也没还完也会头痛 他就是那个加强那个还是大悲咒那个功课呢 还是怎么的 要加强 加强大悲咒的功课哦 对 哦 师父啊 呃 还有一个我问问看 就是我们佛台那个 就是不是那个佛台上面铺的布嘛 嗯 就是脏了 呃 可以拿下来洗还是怎么洗啊 可以拿下来洗的 可以拿下来洗 然后你这个上面的菩萨什么就放在另外一个柱子后 然后取下来 嗯 对 洗好了以后再放上去是吧 对 那用不要不用什么念什么经啊什么的咯 就师父啊 呃 听不见 师父 呃 就取下来洗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哦 还有一个师父 现在他们师兄很发心 装了那个树灯嘛 你知道吧 嗯 那个树灯啊 嗯 那个树灯就是开开 那个晚上还是一直开着 还是点上香的时候开一会儿 然后就不要开了还是怎么的 射灯是不是了 射灯 哎对啊 射灯啊 射灯就是照着菩萨下 你你你你你只要香灭掉了 你就可以关掉了 嗯 哦 香灭掉就关掉 中途中途在香点的时候也可以关的吧 可以关的 嗯 也可以的是吧 中途 就是你拜佛的时候开着 哦 心灵眼亮就可以了 你拜完佛之后 你不在佛台边上可以关掉 啊 可以关掉的 是吧 中途也可以关 对对对对 哦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有心同修他们要发愿的时候 因为 庙里 要发愿那个尺寸啊什么的 然后在那个老同修家里面佛台前可以 可以发愿的是吧 可以可以 发愿一定要上香吧 要 哦 一定要上香 然后共情好以后 呃 就可以发愿了 是吧 对 嗯 好的师傅 好了 师傅 太厉害了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说 他不是师傅啊 就是呃 养鱼嘛 嗯 听师傅的录音里面有那个 呃 就是他靠门口的又是 呃 养六条鱼 是吧 对 然后他 经常在死掉两条啊 这么一直在死 在死的时候呢 他就是死掉了 然后补上去了 嗯 是不是他还要继续这样养 你要记住了 有时候他帮你挡栽的 但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鱼缸太小 六条也会死掉 嗯 哦 鱼缸太小也要死掉 那 实在不行就养两条 它有空间的 因为鱼缸太小的话 你六条的话 它就会 永远会一块死掉 一块死掉 哦 这样子啊 就养两条 那他继续养 是吧 死了就补上去了 那个就是换个鱼缸 是吧 不是啊 你就是 你就是 原来的鱼缸 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嘛 不是 不是挡栽的话 你就给它换两条嘛 就好了 哦 换了两条 少一点 哎呀 可以 嗯 嗯 那是吧 那么 那么像我们呃就是 天气里有一个那个水池 里面养了很多鱼 呃 这个对对对对这个 我们呃 是不是家里面还有另外养 养几条鱼 养不着了 可以了 家里有鱼 可以了是吧 哦 不用了 哦 那好 呃 谢谢师傅 太感恩师傅了 好 再见再见 师傅啊 啊 好了 好了 不是啦 啊 差不多了 我 我还有一个梦 师傅啊 就是 你知道啊 我母亲不是已经过世了 之前呃 说呃 到达了摄几天了 然后呢 我那天梦到就是 有一个我的分管领导 到我家里来 呃 家里来 然后坐在这里 我好像找他签字什么的 后来我就是 我叫我母亲 呃呃 我爸妈妈 就是我母亲就过世了 我叫我母亲帮他倒茶 有什么说法啊 师傅啊 叫你母亲给他倒茶 哎 我母亲是叫已经过世了呀 你母亲也过世了 对 我母亲过世了 然后 明白 明白 啊 应该两个人在一个道上了 嗯 什么两个人啊 就你妈妈跟那个过世的 你的领导 在一 那个领导没没过世 师傅啊 那差不多了 那差不多了 啊 他他他还很年轻 他那个到我家 好像来呃 这里 然后呃 我叫我母亲帮他倒茶 不要讲的 年轻个年老都会死的 生出来就会死掉了 好了 哦 嗯 别的没什么的 是不是吧 没有什么 哦 还有一个 我就是拿了好多那个礼盒的那个水果嘛 去送给一个那个朋友 任意拎不 就是手里面两个水果 任意拎不了 就是好多盒那个水果要送给一个朋友 是不是这个有说法嘛 给人家就是帮助别人 把自己的果给别人都是好事情 嗯 哦 就这个不要别的没什么 就是呃 实际上我没有帮助他呀 是不是我要去拿书给他们什么的 你看情况吧 随缘吧 哦 好的 好了好了 好好好 谢谢 感恩师傅 师傅 保重 那个加持我 让我多到更多的有缘众生啊 好 谢谢 让我多参加师傅的法会哦 好 感恩师傅 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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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呃 师傅好 必须给您请安 谢谢 嗯 师傅请问您能听清楚说话吗 听得清楚说吧 啊 好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 请在感恩法神 呃 师傅有几个问题 呃 请您开示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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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您从中教导我们 呃 就是我们这人做事要低调 呃 呃 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呢 是不大一样的 嗯 呃 呃 别的人认为 他这个事情很低调 但大家看来呢 他的情维会是分责 是比较高调的 嗯 嗯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 在那个字典上有个解释 是在明星字典上有个解释 呃 翻译过来呢 那个大一就是 啊 对 我刚才 没翻译 有点紧张 那个翻译过来 大一就是 高调呢 需要有吸引公众的注意和兴趣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成 就是高调呢 是对人的存在感是更强的 对啊 然后 嗯 你说 我说对啊 他讲的对啊 嗯 那就是说 对 然后低调的人呢 呃 就是说 做事情呢 还是比较谨慎 然后呢 然后高调人 他在相反 高调人可能比较喜欢宣扬自己啊 或者是自己所做的 善事啊 或者是功德 那低调人呢 就是 呃 讲他实际的 是呃 一步一步的在前进 对吧 对 啊 好 谢谢 你的问题呢 你有问题吗 嗯 你解释完之后 你的问题 我就告诉你说 高调也好 低调也好 要人生 要遮当起伏 有起有福 该高调的时候 就要高调 该低调的时候 就要无声 明白了吗 明白 你不是说 人生一辈子都低调的 人生一辈子低调 现在这个社会 武作恶事 好马被人骑 好人被人欺 听不懂啊 啊 对 是的 对不对啊 但是呢 高调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 让人家知道 你所做的善事的存在 啊 菩萨的存在 对不对啊 但是呢 不要宣扬个人 要多 要多宣扬佛法 那你就处理好 这个问题了吗 对不对啊 对 是的 嗯 好了 感谢师傅 开始 师傅 想请问 莲花在水中 是出淤淤而不染的 那么在梦中 梦见香楼里面 有金色的莲花 是什么意思 哎呦 还梦见 在花园的土中 栽着莲花 这样是 又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好 就是说 花园土中 栽着莲花 正是在茁壮成长 说明 你们家里 他们做木的人 家里有人 已经开始 越来越洁白了 越来越纯洁了 但是呢 这个莲花呢 在香炉里 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菩萨来了 哦 明白 感谢师傅 好啊 师傅 想请您 写个梦 今天早上呢 我就梦见 我们有一个同学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跟孩子 现在的药筋 已经走了 现在给孩子 那个心里呢 有些创伤 那小孩子呢 就让他每天 用心筋十一遍 然后白天的时候呢 就跟同学说 我说我做这个梦 然后同学说 哎呀 我们今天孩子的生日 刚好呢 今天创完一个 给孩子的药筋 就送完一个 就叫大树 这个这个小房子 那请问师傅 这个梦和他这个 今天创完这个 大树的小房子 有关系吗 有啊 有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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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嗯 请问师傅 有的时候呢 同学在自己家里的 那个佛台上 放矿泉水 请菩萨加持 并没有通过 就是师傅 之前开始在家里 和他前面摆个桌子 然后放大杯水 然后用大杯皱 然后这种情况下 大杯水有效吗 有效 只要供在佛台上 就有效 嗯 啊 好的 感谢不 啊 师傅 我们同学有个问题 呃 就是 说在法会上 这义工 是不是应该是 一门精进的同学 从道理上来讲 是应该这样的 嗯 你不是一门精进 你这个杂修啊 这佛佛教界讲 叫杂修啊 嗯 杂修的话 你说 你得到的加持也少啊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 嗯 师傅请问一个问题 嗯 昨天 前两天的那个令人里面 师傅有提到过 嗯 那个 提到过传销的问题 我们最近大号有个同学 他们家孩子都三十多岁了 他不想去上班 然后呢 就一身就少了就传销 然后同学说 我们真正的这种方式呢 还是有点不认同的 虽然在国外的话 传销是合乎法律的 那就是有点像老鼠队 就是一成一成的 算下顺的这个钱 对对对 那同学很希望给孩子 找一个重视的工作比较好 嗯 那同学想问 给孩子怎么取用小房子 怎么取求比较好 好啊 你的眼睛呀 嗯 这个东西毕竟 这个东西毕竟很难温饱的 你传销的东西 你今天传的好了 传五六个 你传的不好没了 对不对呀 你不用生活保障 嗯 你打工是天天有生活保障的 对不对呀 对 嗯 你有些人过去可以赚很多钱 后来呢 一分钱都赚不到 你这个东西没有生活保障的 你算什么工作了 再说传销里面 你看你这个产品到底好坏 政府同意不同意 这个东西是不是物有所值 这些都是现实问题啊 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看你就知道了 所以有些事情过分的夸赞 他好他都是犯罪啊 明白了吗 对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查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网上就是它是个scam 像这种就是在有欺骗型的这种产品 因为它像刚才讲 就最大的夸张它的这个作用 那这个在国内的话 就有一个材料的那些公司是做传销的 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对吧 尽量不要吧 当然我们不反对 只要每一个国家他同意 那我们就不反对 但是至少说在这个行业上面是不大容易的 而且呢 讲老实话 的确是有一些很多地方是不是太 不是太尽人意 而且再加上 有些人是硬性推销 把这个行业也搞得个乱七八糟 再加上们这个东西的乌有所值的问题 夸大的 这个本身也是有点不如理不如法的 好了 好明白 师傅我还跟你简单分享一个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同学 他们家的这个小孩呢 这个女儿二十多岁了 然后就大概是一年多 在回国的时候呢 就是在可能是有上灵性了 然后就是他们的屁股一直是挺胀痛的 就是吃了吐吐了吃就这样子 一直每天就这样每天这样 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同学就遇着心灵法门 然后呢就是开始运签运小房子 但他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直不见好 然后呢 他这个孩子开始的时候 其实特别特别反对 我们同学会受胃胎 就妈妈你不要受胃胎 就是假的 然后就是一直是反对 然后后来呢 我说你就也不要再帮着他的面面筋嘛 就是给孩子面心筋 给别做 然后过了一副多岁之后呢 然后他就妈妈你受胃胎吧 然后这个同学就说 这是我女儿要受胃胎的 因为我担心他身上如果有灵性的话 因为把破坏更麻烦 然后呢他就给他 他听他女儿的话 然后受了胃胎 然后我们就见了他 我说让孩子每天晚上 就试试了白号说法 所以加势力非常强 然后这个女孩子呢 他就听白号说法 一个星期之后 就梦见长三丈 然后又梦见胎胎 看图童 所以白号说法 运营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很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 然后 其实我们很难打听 看图童的变化 这个女孩呢 也是也是非常幸运啊 他妈妈就是 通过我们心灵法门 开始念经 然后念小房子 然后大概是两个月前 然后他同学打电话 就跟女儿 那个博士念是不通过 非常感恩关心 非常感恩师父 那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是 没有看过葡萄嘛 然后他给他女儿 要经得 就是之前 就许愿了200张小房子 但现在效果好像 还不是特别大 就是这个肠胃最快 我觉得要终于 关键的 你没念完 没念完 你说什么话 你答应200张 没念完 你肠胃会好的 明白 师父 能不能稍微想念你 小一对孩子 再过两个月 博士课就开始 博士开始上课了 然后他就每天的身体状态 真的特别差 我就告诉你 他现在呢 他也开始跟小学 200张念完没有 呃 没有 怕了 没有 不要跟我讲 真的 还问我干嘛 呃 念完了再说 对的是他自己祈愿 自己祈愿不是他 你帮他一起念嘛好了 听不懂啊 他女儿现在也开始念了 一起念 开始念了 念完之后再说 连许国的愿都没有完成 你跟师父说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 嗯 听得懂吗 我感恩师父 好了 嗯 还听不懂 嗯 好了 乖一点了 好好念经 记住了 我告诉你 水到渠成 好了 嗯 明白了 是 呃 感恩师父 嗯 我自己的一点 一点那个 呃 挺是个小短 嗯 是个名字小短 呃 同学问 就平时晚上 看见新闻里的这些名人 或者明星呢 然后晚上梦见 呃 有可能会梦见 那这个 这个是一有所赐的梦呢 还是 就是得到加持呢 不可能加持的 我告诉你 有两种情况 一个 看了 看进去的 看进去晚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还有一种呢 啊 当你看到的之后 他给你前世有点缘分 你也会做梦做到的 就这样 啊 明白了 嗯 对 呃 哦 感恩专心菩萨 感恩师父 呃 在这里 呃 也像师父 像小独 这一生 也做过很多 不错的事情 呃 请菩萨 请师父 祇备原谅 嗯 你很老实 呃 呃 我自己也非常非常感恩 我的菩萨 很多很多时候 在非常紧急的关头 都能够继续提醒我 让我不犯错误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你是个财女啊 台长知道 你自己 你自己好好努力 听得懂吧 嗯 上辈子我告诉你是有修的 这辈子不要去 把自己糟蹋了 我告诉你 跟好人多交朋友 跟坏人远离 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 明白 坏男人少接触 坏男人少接触 就是他来帮助你 嗯 都是怀着恶心的 你不要去理他们 听得懂吗 嗯嗯 呃 感恩师父 嗯 我像菩萨使愿 我在云津多大一天 我一定会 多多的对人 多多红法 嗯 要做好孩子 一定就是 底下的希望 和师父的期望 嗯 要有好 要有好孩子 好吗 嗯 师父我们也非常 非常感恩您 就是一直在传递 您的爱国情怀 嗯 我们就是 这次 呃 很多的 很 您的这些开始 我们就非常非常地感动 非常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们刚刚庆祝二十周年 香港回归 啊 是 是 是的 所以要请 我们非常非常地感动 爱国爱民 遵既守法 正的永远是正的 听得懂吧 对 好了 嗯 嗯 谢谢 啊 再见了 嗯 好的 呃 师父 好的师父 呃 那你感恩师父 嗯 祝您发表恩康 请您多保重 我们爱您 好 再见啊 再见 感恩师父再见 嗯 嗯 你好 喂 喂 喂 电话太多 都会抢线的 嗯 下面这个电话 肯定能量比较大一点 把人家那根线 就弄弄 挤掉了 嗯 能量大的 大不出来了 好了 哎呀 台长来讲几句 啊 利用每一分钟 就是你在 啊 就是电话在挤的时候 没办法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system 有一个系统的 就是说一个电话 如果你刚刚挂掉 是你这边挂的 对方没挂的话 你就必须要等几秒钟 啊 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啊 修无念得加持 一个人没有念头了 就会有加持力上升 啊 加持力 有两种 一种自身的加持 一种靠外来的加持 那么就像师父曾经讲过 就像汽车里的电瓶一样 好了 电瓶 电话打进来了 喂 你好 喂 师父你好 你好 嗯 是师父吗 是啊 哦 师父你好 好久没跟师父通电话啦 对啊 师父 你要多保重耶 哦 谢谢 我一直听到师父的声音 这么疲惫 好心痛耶 哈哈 师父你要多保重耶 师父 OK OK 谢谢 请师父帮重修解个梦 哦 啊 重修梦见 他跟他的先生 在一个房间 啊 在聊他的 因为他的先生有外意嘛 就在 梦境就在聊说外意的事情 然后一下子他的先生就好像从另外一个门出去 然后 重修就坐在房间 一下子就听到 好像有那些声音说 有好像有不好的机场 然后重修就很快就跑出去 然后他就在外面看他先生 他先生就没出来 一下子他就看到好像有个 僵尸 吸血僵尸 就好像有两个人被吸到 顶像被吸到血了 然后他就没有看到他先生出来 然后他就梦醒了 请问师父 他的先生是不是有结呢 有结 我告诉你啊 这下面的吸血僵尸很厉害的 因为你要是过分的盈遇 他就到你身上来了 哦 你去看好了 盈遇过的人浑身无力的 听得懂吗 哦 所以就像被僵尸吃过 吃过血一样 其实并不是这个女的吃女 也不是这个男的吃女的 实际上 在他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那个僵尸就可以伤他们 两个人的身 但是说 这个同修的先生 他因为外面有搞外意嘛 就是说他在外面有搞外意的时候 他会被这个僵尸来 弄他吸他的血是吗 会会会会 哦 哦 这样明白明白 感恩师父 还有同一个同修 他是另外一个同修 梦见这个同修 好像 好像 要断气这样 然后做梦的同修就说 很紧张就说 快点来救他 快点来救他 然后有一个男人 就好像在施法 在救这个 运过去的同修 然后 同修就 做梦的同修就一直在喊 快点来救他 快点来救他 然后那个晕倒的同修没有起来 然后 这个做梦的同修就醒了 请问师父 这个同修 就是跟 先生有外意的这个同修 是不是他今年会有结束呢 记住了 凡是说梦中有危险啊 什么 都是有小结 那在梦中帮他施法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师父呢 不要乱讲 我不知道 师父是做好事最好不要留名 我喜欢学雷锋 明白明白 帮助人家不要公告我慢 对人家好 要低调 好了 好 明白明白 明白 师父 请问师父感应一下我体肠好不好 因为我修了五年 我不知道我修的好不好 你修的蛮好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菩萨 弟子一定会好好修 现在弟子没有事情问了 感恩师父 师父你要保证啊 再见 大月分见 好再见 大月分见 感恩 拜拜 拜拜 喂 你好 那我都不合你了 那我都不合你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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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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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请到团长的声音 好 回来 一下啊 啊 啊 帮同学问 问一个问题 好 大家看 参数查 听到吗 听到 啊 参数看图上 四十九年的 羊排版 我看图屠城 我看图腾怎么知道啊 那你不看图腾你怎么知道你什么事情啊 小人 还敢 could 敢硬啊 哦 我不敢硬啊 我不敢呢 哦 哦 哎 他刚刚出来 你跟他调 调 调 啊 这个是同学问不知能的 啊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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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调 调 啊 调 啊 调 呃 调 啊 调 聽得懂嗎? 哦,明白 這個是同學問的 地主公請走要用二十一擋小房子嗎? 是啊 地主公請不走的 地主公他也不會對你不好 他管這塊土地的 你念小房子是對他恭敬 他照看你的 並不是把他請走 這個地是他的,不是你們的 聽得懂嗎? 哦 對,要給他用二十一擋小房子嗎? 不會被同學問的 是啊,要念 要念二十一擋啊? 對啦 哦 哦,明白了,誒 你講圈圈有三十三成天 如果是阿修羅 到底阿修羅有時候你講會大一點 還是比較差一點的 阿修羅有多少成天呢? 阿修羅到本身就在人和天的當中 哦 它沒有什麼成分的 也就是有高和低 有高和低 嗯 它是怎樣封的? 它有很多哦 它分一塊塊的 它就像我們人間的地球一樣 它也分一塊塊 很多西人 它過世了 它就會在西人那個 西人的阿修羅到這個地方 明白嗎? 哦 哦 明白 誒,台版 我幫我 我發問到門口有一個人 他講 他以前給六合彩不開 7次會開 他講的一個號碼 4725455 他是不是叫我買六合彩呢? 472625 哎呀 你不得了 4725455 哎呀 他講這個號碼 他是不是叫我買六合彩 踩踩 你這個你要發呆了 發呆了 哈哈哈哈 發呆了 哈哈哈哈 我不敢買哦 啊 你最好 你最好不要買 嗯 嗯 因為有人真的 夢中告訴他號碼 中獎的 泰國就有 嗯 中了大概 六百萬嘛 嗯 像你 這種有僑定的嗎 什麼 有僑定的嗎 這個你自己看了 我不知道 反正你要是過去跟菩薩許國願 說你願意做件什麼大好事 那菩薩給你 你命中有的 那說不定你真的會中六合彩 明白了嗎 哦 這種啊這種 我沒有體驗了 我沒有問菩薩了 啊 好啦 嗯 哎 零星世界是講 它是用意念 意念 意念的嗎 還是 零星世界用意念 用有沒有用意念 哦 也是用意念的啦 哈哈哈哈 你講超出六道是用意念 還是 六道裡面是沒有 有沒有用意念的 超出六道的話 不用意念 你身體怎麼倒上去啊 你告訴我呀 嗯 你就是坐飛機上去 你也得下來啊 你這個道生怎麼上去啊 你不用意念 不用靈魂怎麼上去啊 聽不懂啊 哦 意念就是靈魂呀 明白了嗎 哦 哦明白了 所以講的 你搞到一道裡面 也是有用意念的啦 上次戰爭天爺們 早就有意念啦 人死掉之後 到天上 全部都是 用意念 生活的呀 哦 啊 所以不用意念啊 對呀 我發作夢 不似乎可以 以後 現在發夢比較奇怪 所以我用意念 有沒有 說明你發夢 發的是對的呀 不用意念 怎麼發夢啊 像你這種人 平時不發夢 也得發夢 哈哈哈哈 哈哈 哦 哦 好 欸台版 如果 拜師啊 如果我教清 上去 我可以就一定 在清真 用意念 要保證 體黨 發夢 教授 批度嗎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能不能用意念 請台黨 經常來 保佑你 哦 對不對呀 我覺得你應該 我覺得你應該 用意念 請你心裡的 菩薩出來 保佑你 比用體黨 還要保佑很多 聽不懂啊 我菩薩心裡的菩薩是誰呀 我只知道一個台長哦 哦 你不知道其他的 只知道一個台長 哎呀 哎呀 你心中只有台長了 好啦 給你做吧 台長給你做了 欸 欸台長 我 一人都沒有發夢 台長了 台長的發生會不會生氣 但是我發夢在台長 台長在笑 我養 這個台長我不養 我要打電話 這個台長 那個 那個夢 沒有發夢到了 對啊 發夢到台長的話 在笑嗎 肯定是正台長啦 你又不要 哦 不過 我想不要 我要打電話這個 打電話這個 他真的沒有發夢到了 哎 台長 嗯 台長會不會生氣啊 台長的發生 不會的 好像沒有來過了哦 我想不要這個台長 他們就不來了 那當然啦 呵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好吧 哈哈 香港我拜訓的時候 記得我拜訓 直經那個 他在這個提棟 信心就為台長要搜一下 哪一個姓 要叫台長得 라� 算席 選一個好的號碼給我 你說什麼 我清楚聽不懂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我說我用電話 請嘆機地址的信 譬如我方便醫院,現在要看證,要感應哪個身份譬如有感應的 你最好不要感應?像你這種人一感應的話,會感錯的 明白了嗎?因為你腦子都搞不清楚你感什麼應啊? 沒有,這加上的感應啊,我發的醫院下去幸福了沒有? 加上的感應給我,給我能夠做地址啊 你要做地址啊?選一個好的號碼 選一個好的號碼做地址,一號,一號 你就是一號,明白嗎? 明白了,你怎麼不去講? 再見,再見,再見 感恩談談 拜拜 心經驗得太少 喂,你好 喂,師父,您好 您好,您好 請師父解個夢 有一個男士說夢到師父問師父與哪位菩薩有緣? 師父說委託菩薩,太上老君,觀星菩薩 師兄想知道,他和太上老君是什麼緣分 嗯,他老君沒有上輩子緣分呀 如果他在天上的,他就會有這個緣分 明白嗎? 嗯 喂? 聽到沒有啊,我說他如果在天上的,他就跟太上老君有關係 哦 嗯 哦,是一般是什麼樣的關係?師徒關係嗎? 嗯,不知道,看圖層呢 哦,好的,感恩師父 師父您今天也是很累啊? 沒有啊,今天還好啊 嗯,好的好的 嗯,好,就OK 師父還有一個師兄 他夢見師父的聲音 帶他去聽一個自稱是某某某靈界大人物的人 幫人家看圖層 這位大仙正在做他的電話節目 幫他的聽眾看圖層 開小房子數量 接著師父您發聲 他播進去他的電話節目 盧君弘才講 打通圖層電話了 然後在師父 然後師父在節目裡問了幾道問題 三代這位不懂回答 還說這種問題需要去問盧師父 接著師父訊了這人 這個人起初還不知是正版師父打進電話 過後才驚訝原來是正版圖層 節目主持人盧君弘才敢打進來了 三賽版的這位馬上開溜 師父在電話裡很客氣的訓這一位 非法看圖層的人 原因 是有個意念告訴師兄 這人似乎也是個人物 師父警戒與他警告 就是有修心的 但是呢 自己學到一那時候呢 公告我們 以為自己呢很了不起了 他也來看圖層了 明白了嗎 師父就通過另外一個方法教育他 教訓他 這種事情太多了 有些人還沒怎麼樣了 現在在外面幫人家看圖層 所以師父都制止他們的 這個夢就是這個意思 聽得懂嗎 正版 台場是正版不是盜版 聽得懂嗎 對 他是自創品牌 他自創品牌 所以他就亂來 聽得懂了嗎 是的 他是在靈界 那位師兄他夢境好像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對 魔界這樣子的 你們還知道魔界啊 在天界有魔界的 有魔界他下來的都是魔 明白了嗎 明白明白 所以大家要很如理薄病 嗯 然後請問師父 我們要如何發大願 才能讓我們身身世世都能修心靈法門 而且一世修成 如果今世修不成又再轉世的話 如何確保自己轉世後還能夠遇到心靈法門呢 轉世後遇到心靈法門 我就不知道了 能不能遇到心靈法 你把錄音機先關一下 嗯好吧 好 你把你的 你把你的那個念佛機先關一下 好好好 我去封一下 因為他 因為聲音傳得很遠 嗯 那個 首先 首先你要發大願 就是說要一世修成 你自己要有願力 根本不可能再來 那麼萬一再來的話 你這個願力已經在了 你就有可能還繼續會 聞到佛法 明白了嗎 至於每個法門 他到了一定的時間 他督到一定的人 他這個法門就慢慢慢慢的就下來了 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過去武林有多少門派 慢慢慢慢的從了自己的開山中施走掉之後 慢慢慢慢這個門派就熄掉了 傳不下去了 明白了嗎 好的 本來直播開始 有個孔雀他夢見佛台放在 佛台放在一間空房 他看見一隻雞在這間房間裡 下了紅雞蛋 然後就趕這隻雞 當時也有一隻小狗在外裏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最終沒什麼大意思的 一個雞一個小狗 一個下了一個紅雞蛋 這是卡通片看太多了 哈哈哈哈 呵呵呵 呵呵呵 可能我先講一下 好的 小燕師傅 還有 肚雞肚雞心是否會讓人民吃佛心 什麼什麼 肚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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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雞心肚雞心都可以 肚雞心會產生魔性 那是真的 雞肚雞心肚雞心 我會有一個小狗 好的 好 最近有一個同學 他夢見他要回去天上 那一般是 怎樣知道他自己會回去的呢 要回去天上有很多的 有的人做夢 知道自己要走了 有的人有感覺 每天感覺自己要上去了 還有的人 已經看見菩薩了 聽到仙樂了 都會有 各種各樣感應都會有 還有就是很多人做夢 做到他身體不好 都會走 好了 好的 因為如果這同學 他夢見有人跟他說 如果被收回去的話 就會在 就會是突然 自己發生自己 躺在一個美麗的地方 沒有痛苦 然後他看到自己 躺在一個金黃色的地方 身上穿的禮服 上面全部是鑽石發的白光 不過他最後還好還有醒過來 就是意識著他可能就快回去了嗎 沒有 他到天上 境界到天上去過了 喔 這樣好 好 感恩師傅開始 師傅 我們就是想請問你 我們的法門 所有的法門都不生好壞 其實一個法門好跟不好 是看修的人跟教這個法門的師傅 如果這個法門上的人比較多 就是好的 如果交出來的都是惡人的話 就是證明這個法門不是太好 對 比方說一個老師交出來的學生 個個都考上大學了 那麼說明這個老師是一個好老師 對不對啊 如果這個老師交出來學生都考不上 那麼證明這個老師這個法門都不行 現在心理法門出來個個都規規矩矩 老老實實 愛國愛民遵旗手法 哪個孩子不亂來呢 都規規矩矩的 那就是好法門 對不對啊 不說人家不好 不跟人家鬥 不生不鬥 不講人家不好 那對啦 那麼無人的失誤 那對呀 就吃素念經學佛放生 對啊 所以 所以 這四樣的 慈悲喜者 的正法能量 吸引了這麼多的人 就這麼簡單 唉呦 我的話你都會講了 就這麼簡單都會講了 哈哈哈哈 因為心理法門真的是 是一個很淳樸 很善良 很慈悲的法門 你從來不叫我們去 去搞搞一些什麼事情啊 搞什麼好搞的啊 有什麼好搞的啊 修行都來不及 對 時間都沒有 年年都來不及 還去跟人家搞啊 跟魔搞啊 你慢慢就會變魔 你都不要去理他 對 是的 是的 我們都聽師父的話 我們都是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會好好修 好好練習 認證自己一條光明大道 好好走下去 那就找到光明 明白了嗎 是的 明白 好了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 修心理法門 我們去 去同修接觸的時候 我們 哦原來 之前他們都有抽菸啊 喝酒啊 然後喜歡唱卡拉OK 怎麼樣啊 修了心理法後 這些毛病都改了 怎麼會不是一個好法門呢 對啊 知道我們就好了 人家照耀你能相信的 好了 還有什麼問題啊 啊 所以師父 我們一般上靈已經開過光的菩薩今生 一般開光後幾個月裡面需要供方 所以否則很容易有靈性跑進去 嗯 是啊 嗯 幾個月 幾個月都有 你就是不好修菩薩常不來 他靈性就會進去 好吧 哦 嗯 好了 可以可以 啊對師父想請問您齁 您您不是有那個寫書法嗎 嗯 對啊 不是 啊 您 呃 我們在法會上人解釁得到嗎 解釁不到 師父沒時間寫 我寫出來的 這個末寶 以後 非常非常寶貝的 嗯 現在沒時間 以後有時間 不能不能复印嗎 复印成一個書籤 還是复印成一張小小章 然後我們可以提醒自己 掛在房間 嗯 慢慢等我有時間多寫一點 好嗎 也是 嗯 好了好了你還是說休息比較好 嗯 好好好 您好好休息齁 好 我們會好好休 感恩您 好 再見再見 好 拜拜 好 聽眾朋友因為時間歡喜的節目就到這 結束了 非常感謝聽眾朋友收聽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中了 拜託